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看到這熟悉的大門 我還今天帶你們去突襲好久不見的阿菜 他應該現在還在睡著 好 那我要帶早餐 好 起床囉 你有穿衣服嗎 有喔 你不是都裸碎嗎 老闆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你為什麼旁邊那一坨 那還有旁邊那一坨 是怎樣 昨天穿的 你昨天穿一、二、三、四、五 一天穿五件喔 大名模在走秀喔 哈哈哈哈 我要幹嘛啊 啊你明天要那個啊 真的欸香港欸 真的欸香港欸 素顏捏 喔喔喔喔喔 巧一下是嗎 啊我還要幫你帶那個 早餐 還有出國要用的衣服什麼的 起來啦 都起來了 喔喔喔喔這個角度好 這個漂亮 真的欸 真的有了嗎 欸真的行李啊 你要起床啊 我要回香港了 我要回香港看 QB哥哥 這次去香港有準備很多節目給大家喔 公殺小啦 我要怎麼換衣服 沒有我沒有要移動啊 你就是這樣換啊 可是我總要背後 喔喔喔 可是我總要背後會樓空啦 啊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你平常 上床的時候也是走這個樓梯嗎 哈哈哈哈 你說我這樣讓他走的好嗎 不是我 好好好 欸? 那你在幹嘛 你在拿行李箱 你是叫我包行李箱嗎 哈哈 籃球女孩 你的臉超不適合籃球的 那一看那麼大是幹嘛 裝我的 哈哈哈哈 你自己進去 然後我幫你包一包 欸欸欸欸欸 請自己 這是我之前 這是我之前當空姐 然後他還有 名牌 喔? 對 如果你的行李失蹤的話 他就會寄到公司去 阿可我可以 那個名牌 再掛一個在你身上 那我根本說這個行李箱超好用 因為我覺得他是我人生 這輩子 用過最好用的行李箱 欸? 剛剛好欸 我兩年沒有出國 這是我這輩子最久 沒有出國的時候 我跟你們講 這個行李箱牛逼的喔 你不要看它髒 畢竟 它是 身經百戰的 我沒有要換它的原因 是因為 後面就是 公司的行李箱改版了 但我覺得這個行李箱最好用的 你看這邊它不是髒 它是貼那個 易稅物品 阿所以這是國泰自己出的 不是阿 這牌子叫 Delsi Delsi 喔 Delsi 你看喔 你不要看喔 很多行李箱都可以這樣 我跟你講很在意行李箱的人 它就是我拉過 槓桿園裡去行李箱 妳再講一次 槓桿園裡 槓桿 槓桿 槓桿園裡 像我們很會就是 穿高跟鞋嘛 嗯 我就這樣踢 然後就走 然後你要進電梯 有時候大家會這樣進嘛 然後我們也會這樣進的話 就是這樣 欸? 它就算很重很重 你拉起來也是很輕很輕 好酷喔 我發誓因為我裡面曾經帶過 八品紅酒 為什麼要帶八品 南非的紅酒非常便宜 可是重點你不喝啊 拿回來送啦 然後我家有客人來 後來會喝 還是其實就是 你說你不喝酒 都是在騙人的 因為我們現在試試看 然後就送音樂明天不用飛啊 那你偷那個要幹嘛 去房間就是裝行李箱 不用看啊你就人進去就好啦 總是要隔離三天嘛 不用啊 反正你不是三天都在家 你也沒可以洗澡 香港很多事情要忙 我們香港還要去宣示欸 在香港呢如果你不在那邊工作的話 你是外地人你可以做一個宣示 如果以後不會在香港工作 那你會有一個強基金 很多喔 我應該也有二十幾萬港幣可以領 這個就由香港人在下面跟台灣人們解釋 或其他國家人們解釋 反正有錢啊在哪 我發誓從今天開始妹妹要離開天菜娛樂 我有二十萬拿是嗎 沒有 OK我們開始 你看我昨天就已經有整理一堆東西出來了 那個是什麼 就是這個錢啊 有小看的紅包大型的 所以你衣服重要的都沒拿 然後就拿了一堆錢 蛤可是衣服我要帶什麼啊 先檢查一下 怎麼覺得怪怪的 那是什麼 衛生棉 那是你的尿布喔 你才尿布來 但你沒有東西欸 我要吐了 這是什麼 啊 斷掉了 斷掉了 我很傷心這個呢 他的彈 你在飛機上不是會有那個空姐 會有推一台車嗎 對 其實那台車是有鑰匙的 就靠他了 你到現在都放在這裡的意思是因為 你每次去打果泰都會自己開嗎 哈哈哈哈 我每次飛的時候我都會跟你借鑰匙 你送我鑰匙去哪 原來在這呢 哈哈哈哈 為什麼你們都要用那個裝衣服啊 這樣才不會 衣服換換去 等一下就散掉了 首先要戴什麼 戴內褲 啊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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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出車禍 不是 我的消磨姐 誰說今天要拍自己的啊 我平常就是這麼狼狽OK 齁 這個等一下搬出去 哈哈哈哈 而且就好了 我們帶一個糖果式的可愛睡衣 其實我是在香港有內褲 所以我應該只要戴兩件內褲就好了 嗯 你是真的很real欸 你內褲就直接這樣打開給大家看 啊反正 我相信 你們看我影片那麼久 也就是很認識彼此的吧 來這隻 其餘那些莫名其他衣服的衣服不帶 我其他那邊還有衣服啦 因為這次我們回去是要把東西 要準備搬回來 蛤 你房子已經放不下咧 那我也沒辦法 你就是要確定幫我收行李的 你就帶三件而已喔 你有沒有多帶一件 再正常一點的 哇 我這兩件很不正常啊 戴個短褲 這邊 戴他 戴他好了好不好 可以啊 啊 我要戴運動褲欸 你確定會運動 會啊 騙人 我跟你講我三天隔離 我這三天在裡面也要運動 好嗎 然後我跟你講我們已經快整理完了 戴這個 喔 性感 小性感 又可以穿上白色布鞋 可是這樣穿 在香港好像會怪怪的 像我覺得香港人穿衣服都蠻有個性的 穿那種就是高低長短不一樣的衣服啦 其實穿這樣就會比較像是 大陸小姐姐會穿的衣服 大陸網美小姐都穿這種風格的喔 好一定是要戴個帽子 衣服浮誇沒關係 再加上一個小白鞋 然後如果是歐美小姐的話 也就是 非常展現桌 就能不管自己 我很好奇問一個問題喔 就是你都租大自然 然後不太穿內衣嘛 那你為什麼要穿運動內衣啊 因為我上半身要樓梯 然後我在運動運動運動啊 不會甩嗎 今天會一些沒有營養的問題 衣服已經完成了 這時候就是選擇 明天要上飛機的衣服 因為甩了 難怪妳要請助理 衣服啊 妳在 怎麼看 這是我的綁頭吧 小公主 沒錯 不要問我是誰 我不是許仙 OK 首先我們第一項公司就是完成 鞋子我可能會晚上才會決定 因為我後來大概一雙布鞋 羅馬鞋 我應該不會戴羅馬鞋出來 怎麼了嗎 妳不戴羅馬鞋了 那晚上要怎麼去嗨 歡迎那個穿搭之鬼最新的那一集 底下跳動嗎 哈哈哈哈 好我們拿出我們的百寶箱 我們真的回去 我們就只要選一個帶就好了 這邊應該都還可以 一條金的項鍊 喔 一個銀的嘛 一個金的嘛 戒指就不用特別戴了 因為怕 在香港又被闖空門 輸一點的喔 我輸一點 我就不要戴啊 去那邊買啊 香港代購 我已經說 香港的東西 比台灣便宜 精品啦 或是保養品 保養品之類的話 回去香港買 OK OK 我們在這邊 萬事OK了嗎 好 你們說很重要的東西嗎 蛤 喔那個櫃子 喔粉色的喔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的這種 情趣小用品 啊 可是還沒充電 先充飽電 我們的使用量不大 所以我們的充電器 又不需要帶回去 你要確定欸 我們充了 我跟你講這個牌子充了 就可以用很飽 用最飽好像跟需求量 我跟妳說 我有一次就把它放在我的 小黑裡面 然後呢 他就叫我小黑打開 結果呢 我都沒有用這個 把它套住 一打開 然後他一看到了 就覺得 非常害羞 大家都是名理人 就是知道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 但是打開之後 還會覺得非常的給它害羞 OMG 那妳現在還要幹嘛 就先戴鞋子好了 鞋子我們就戴這雙 齁齁齁齁齁齁 香港其實我覺得 我認識蠻多人啊 其實他們都會穿一些潮牌 剛去香港的時候 我發現我身邊 Local 香港Local朋友 他們衣服一定都會有一些 牌子就對了 所以我們還會戴這雙 然後我說要戴羅馬鞋是吧 因為香港是很需要走路的地方 有時候覺得羅馬鞋會 沒有啊羅馬鞋就晚上十點後 去酒吧要穿的啊 應該是鞋子就差不多這樣 然後明天我搭配一些話 我穿一個短跟的這種 小白鞋 小白鞋 699的小白鞋就好了 那好像真的差不多了 OK 太虛張了 屁股屁股 反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呢 這是去香港呢 我會回去香港一個月 那期間呢 我會拍我隔離吃的東西啊 因為我也迫不期待 想要吃到香港一些東西 就是很想念 然後呢 期間呢 會拍一些 就是譬如說在香港的Vlog啦 然後我會拍一些吃的啊 然後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寄到給大家 OK 很久沒出國了 但感覺呢 現在情況越來越好 所以之後呢 可能就有機會出國 那我在飛機上呢 也會拍給大家看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我們香港系列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OK 大家掰掰 見報分享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